你知道在不久后 一般民众也能够进入法院 和专业法官一起审判了吗 司法院提出的国民参与审判制度 将重大刑事案件 交由三位专业法官 和六位一般民众一起行业审理 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以及应该如何处罚 都是由一般民众与专业法官 一起讨论决定的哦 一般民众能够进入法院 与法官一起审理案件 对台湾人民来说 或许是个非常新鲜的制度 就让我们实际的走上街头 听听看一般社会大众 对于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态度 以及可能产生的疑问吧 没有 好像有 有 有听过 很早就知道了 没有 这个我就不敢肯定 我觉得这样是不妥的 没办法 我想这也是得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 我认为参与之前 总是要大家一点这个相关法律去了解一下吧 对不对 应该了解至少不能说透彻 但是至少每一个在那边做选择的时候 总是比较合服法的一些概念 我当然支持 能参加的那六个人 他们是接受什么样的背景 或他们有什么样的条件去参加这个制度 而你才能决定愿不愿意支持这个制度 我想是支持大于反对 我觉得这样的不错 一般民众有没有能力正确审判刑事案件 是在刚刚的街头访问中 社会大众对于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最有疑虑的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听听看台大法律系刑法教授李茂森的想法 基本上我不同意 现在的那个草案 基本上是法官跟人民一起去审议这个案子 然后并且还会有那个会议去互相沟通 那很有可能的情况 据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那就是人民会比较偏向于法官 会受到法官的指引 所以说基本上并不会偏离现在的现行事物的运作太远 与李茂森教授不同 李沐宜和朱家安的专业并非法律 不过他们都参加过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模拟法庭 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从实际参与者的角度 对于民众有没有能力审判刑事案件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其实我那时候在参与参审的过程中 我也是疯狂的在翻那个小六法 然后我也是真的很担心说 我自己没有法律相关背景或是知识 会不会问出一些很不具体的问题 或是针对这个审判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一些问题 这个疑虑 我原本以为这个疑虑很大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是有 在讨论的过程中 是可以消弭掉一些知识不足的这个缺点 但是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引导 这样的疑虑 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你法官讲这么多 会不会有刻意想要引导这个案情的发展呢 或是整个审理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司法院应该要花更多的力气 在做司法普及 像我们刚刚讨论的 很多对于国民法官 包括能力跟会不会被诱导的疑虑 都是建立在我们国家 其实司法普及做得不够好的前提底下 如果我们都知道判决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都知道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法律原则去做判断 那我去当国民法官 当然更不容易会被诱导 所以我觉得司法普及工作 其实是蛮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因为这个制度其实是 逼着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司法体系 要朝向一个沟通社会的角度去迈进 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中 专业法官绝对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我们也邀请到台北地方法院 陈思凡法官来谈谈看 一般民众有没有能力正确审判刑事案件 以及法官所应扮演的角色 因为今天当你进来 你有意识到说你是必须做成判断的人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责任感 然后还有投入感 跟我单纯只是好像来看一场电影 来看一个法庭戏 我来做我来单纯来旁听 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其实在过去的模拟审判中 也有证明说 当以主体性的方式投入参与 他其实是能够很快进入状况 而且能够充分去掌握 这个案子的一个证据资料跟必要的资讯 一方面除了说要让专业的法潮 大家有这个意识说 并不是要用自己的意见去主导 审判程序跟国民法官的意见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透过制度跟程序的辅助 也让国民法官这些参与者 很早就有意识到说 那自己是要投入作为一个判断者的角色 大概是这样 面对即将推行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 许多人或许同样会产生 一般民众有没有能力正确审判案件这样的质疑 在影片中我们分别访谈了法律学者 两位模拟法庭的参与者 以及专业法官 适合提供三种不同角度的思考方式 无论哪一种角度的说法能够成功说服你 我们都希望借此激起大家 对于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兴趣 今年还会举办非常多场 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的模拟法庭 请有兴趣的各位千万不要错过